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藥 歡迎收看今天的一分鐘看神魔 今天帶大家回顧剛結束的合作下游截夢魘集 暗中活躍的咒祖祖師 過往的合作夢魘集頂多都只有場景記 例如尼黑雷亞的手電筒 波羅斯的特殊場地 超惡魔獸的岩池大砲等等 下游截除了場景記反手電筒之外 這邊新增了一個進關條件 隊伍中必須要5個屬性都有才能進關 而且在第一關就設下非常高壓的敵技 進場如果沒有復銷、變身或是死血沒超過16.5萬 第一關基本上就是連過都會有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現今太多隊長可以選擇 除了場景記第一關設下高壓之外 還要外帶個進關限制來提高關卡難度 下游夢魘打起來體感最麻煩的就是肉狐這關 肉狐自己的地獄集消一顆水可以累積兩個印記 其實已經小麻煩了 夢魘集這邊一顆水才一個印記 浪費生命指數又更加提升 下游夢魘通關隊伍數的部分是來到115組 上一個合作夢魘集尼黑雷亞是133組 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尼黑雷亞是沒有進關限制的那個 通關隊伍數卻差不多 就可以知道尼黑在當時是有一定難度 下游結通關隊伍這邊因為有限制無數才能進關 變相來說不能拔太多卡 大佬們想挑戰極限還是必須帶個吉祥物 右半邊是移除吉祥物的配置 大家就把它想成拔卡的樣子就好了 隊伍一開始看到其實很多老牌隊長不見了 開局那個高壓真的不是開玩笑 甚至頁面都還沒往下滑就已經可以看到20年的卡 自家卡有很不錯的表現 尤其是這組本多 還有一些舊卡加強也都有留下通關記錄 例如要賣星蟒和項羽解放 他們都有類三卡的強力表現 再來很快就來到嶄星時代以及22年合作之後的卡 這邊也必須表揚一下大天團的無卡合體 存組統計大家一樣可以來看一下 除了人之外的六族有哪些是還可以開出來一站的 儲藏統計這邊不用想 絕對是幻靈商店的木冰花喔 開局就能復銷剛好就是對應到關卡需求 第二名則是巨人合作的愛主席 美少羽落在第三名的位置 前五名之中巨人的公車組合佔了其中三個 我一樣會把表格放在下方留言處 大家有興趣就進來逛逛吧 OK 以上是今天一分鐘看什麼 大家對於下游夢魘還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